嗨,大家好,我是薇薇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我们今天现在在日月光,马上要吃做一个,那一个,尝试一下B2新开的薯条店 好,大家是不是很期待呢?名字让本本告诉大家哦 Royal Patate 大家好,我叫BenBen 我们现在吃完这个就要过去了 对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嗨 我们先到了这一个清新城 到清新福山的买茶店,买非买茶 我们现在在吃薯条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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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as you can see 你看一下,葳葳,佳佳都有他们的奶茶 所以我们现在去吃哪个薯条 好喝吗? 好喝 味道不错吗? 你看我的层面有没有人,我不要碰到人 没有人 好的 You can edit it all right? 好,我们现在到了 我们刚刚点的薯条 我们刚刚点的薯条 三个酱 还有三个酱 嗯 酱 什么酱我忘记了 什么酱 我们刚刚点了三个酱 一个是咖喱酱 然后沙爹酱和塔塔酱 现在等它再做 是咖喱酱 这个酱是咖喱酱 这就是叫我们是老师 就是什么 他是吃什么 看看 好 我们现在说一下 这个薯条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薯条 这些薯条蛮好 很好吃 价格呢 价格 价格 How's the price and the food 我觉得 那个价格还可以 价格的话 好像有三个价格 小薯中薯大薯 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 自己选择 我觉得它这个薯条大薯的话 我觉得它的分量还是很大的 我们三个人吃的话 刚刚吃完 我觉得我们两个已经吃成了 所以说三个人的话 大薯是可以的 而且价格的话 我觉得也还行 大薯好像是36块 然后我们选了三个酱 然后它有一个酱是免费的 四个酱好像是12块 所以我觉得大薯 三个人一起吃挺好的 味道呢 How's the taste 我觉得那个酱好 还有有好多不样的 但是我觉得它们吃掉的味道 就是不同的 还有我觉得不太 like fresh 不太新鲜 因为它那个薯条已经是切好的 所以 我不是一个expert 专家 但是对我的话 我尝起来 这些是有时候在freezer 在那个冷冻 然后炸一圈 所以可以尝到这个 我们之前来点的是一个 也是大薯 然后选了一个酱 但是那一个酱的话就吃完了 所以薯条尝起来 就没有太多的味道 感觉因为那个薯条 好像没有加过盐 或者别的调味料 所以油炸之后的薯条 就感觉味道比较淡 除了这个酱以外 薯条本身的话 我们是觉得还是 就是一般性 对吗 所有的front fries 你觉得那酱酱 我觉得蛮好 比较脆 然后很多味道可以选择 对 我觉得那个酱 是比较好的 就是可能要多选一点酱 如果单单是薯条的话 可能就是 不是非常特别 还有什么要补充呢 How's the shape layout 我觉得他们的shop layout 还好 可以看到他们是做什么 他们做的都是薯条 因为现在这家店 好像刚开 他们目前只有卖薯条 日月光这家店 然后别的还没有 还我觉得有点可笑 他们是 Netherlands的 一个薯条店 荷兰 荷兰的一个薯条店 我都没有发现 荷兰是一个 有名的薯条的一个地方 可能其他人都也不知道这个 但是他们的店 给你说是这样子 还有 所以我的问题就是 他们跟荷兰有什么关系 应该不是 土豆是从荷兰来的 所以应该是他们的做法 可能他们的酱 但是酱是所有国家的 印度尼西亚 什么的 所以应该是他们做法 是荷兰的可能 但是 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对 但是 可能人看这个店 不要想太多 不要 没有 没有太多的 没有什么关系 我刚上网查了这家店是荷兰的 他的店主人叫什么 Edwin Hotel 来看一下 哦 他说的owner 是从荷兰 对 的owner 是从荷兰的 news tell us about it 那这个薯条的做法是荷兰的吗 荷兰的农民啊 采访 已经来中国十四年了 他经营了什么 红牛的罐子 你前面说这家店 在别的地方也有一家开 他们是 The major is chemicals you know they developed the system yeah yeah 好的 we also visited the Horland Nanoland company the industry 嗯 所以这家店还是跟荷兰有关系 嗯对 好那现在如果满分五分 大家打几分 打几分 How many rates out of 5 1 to 5 1 to 5 2.5 What It's a low score 你刚才看到他吃的那么 太厉害了 你刚才吃的都吃过 我就是饿 所以我吃的 还有酱还好 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 嗯 只要给他4.5 因为我觉得还是蛮好吃的 也没有很油 也没有就是很冷 你这样也热热的酱也不错 因为他刚刚给你这儿哈 对对对 我的话应该给4分吧 因为他 就前几次我们来吃的 因为感觉就是 还有点蛋 但今天点了好多酱就还不错 所以我应该也给3.5到4分这样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说一下那个酱的味道吧 哦对 我们点了那个4个酱 可能后几个后 我们点了那个4个酱 然后说一下那个酱吧 那个酱好像不是荷兰的酱吧 我们给的 也没说那个 蜡丝番茄酱 塔口酱 还有那个 什么甜的 那个蛋黄酱 还有一个沙爹酱 我最喜欢那个甜的蛋黄酱 因为蛋黄的味道比较浓 也没有很刺激的味道 没有很刺激的味道 然后就比较柔和 我最喜欢那个甜的蛋黄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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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那个酱最好吃 因为那个有我们叫 火车辣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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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辣根的味道 我也不知道了 草辣的味道 草辣的味道 我也喜欢那个沙爹 沙爹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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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中南亚的味道 对 应该是中南亚的味道 对 对 我不喜欢他们也给我们 一个辣椒酱 我觉得可能就是 他们错给我们的一个酱 他们给错了 我没有点这个 但是我也不喜欢吃 他们也不是新的吗 他好像送番茄酱 我也不清 番茄酱是新的 因为番茄酱还有个辣番茄 两个 我们出去买的话 好吧 好的 那今天的review就到这里了 好 下次见语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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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